台灣藝人郭品昭早前拍完電影西門町 聽聽他有什麼感受 我覺得說這部電影 它有一個地方讓我學到很多 就是跟黃秋生大哥一起合作 我覺得他除了是在演劇上面 對我有些幫助之外 我覺得他平常一直在有空的時候 會跟我聊天 其實他聊的東西都還 蠻多是跟這個人生有蠻大的一些關係 對我覺得說他一直在 潛移默化的一直在教導我的那種感覺 對好比說面對人事務 面對現場的一些狀況 面對一些情緒 他都會一直都可以教我怎麼去 面對這些事情這樣子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對我和言 多少對手戲嗎 也蠻多的 蠻多的 而且 黃大哥他的拍戲是很多時候 除了排詞之外 他會有很多激進的演出 對 考你喔 對考我 但是就因為這樣其實表演會很自然 他激進的 那我也很激進的反應回去 對 在這方面也是學到蠻多的 這個人物跟我本人比較像 對 就是導演會覺得說這個人他跟我的 他劇本寫的時候就覺得說很想找我 因為他覺得說不論是我的外型 或是說我的這個 是王子的那種感覺嗎 也不是他王子是一個 他覺得說很像不論是我的 那個導演跟當時那個編劇還有去監製他們看到我之後覺得說我的心吧心態 對 跟那個人蠻像的 心態 他覺得說有一種那種很像淡然對人生已經有部分已經看開的那樣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 真的嗎 有些部分的確是這樣 我覺得慢慢的就隨著工作那麼多年下來 對很多事情其實跟剛開始入房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樣 好比說 好比說對感情啊 對 就是一個隨緣吧 以前會比較重視感情 現在覺得說它是一種緣分 然後再來就是說對工作的態度也很不一樣 我覺得說反正現在就是努力把戲排好 對 也不用想這麼多 也不用去爭這麼多 對 也不用在乎這麼多 對 你最想演什麼特別角色呢 特別的角色 我是還蠻想要演那種比較變態的角色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這樣 變態 有可能嘛 電視劇 電視劇不太可能 對啊 不太可能 電影吧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希望能創造一個全新的角色 什麼叫創造 就是說 劇本上原本的設定是一個樣子 但是說表現卻是另外一個樣子 如果打個比喻來講 那個Johnny Depp 他拍的那個海盜的那個戲 他其實他的劇本跟導演跟編劇的設定是完全 他的表演方式跟原本的設定是完全不一樣 他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詮釋 嗯 嗯 我也希望能夠做到那種程度 就是下次拿到一個劇本 他是一個這樣的個性 嗯 但我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詮釋 但是 文化不也只要說你難搞嗎 嗯 那如果他 但這是一個挑戰嘛 如果這樣可以詮釋的話 然後導演也可以接受 其他演員也可以接受 那也算是一種突破跟成功嘛 那是嘻出來